第三個最荒唐的事是我們說同性婚姻這件事情 同婚的事情是不是人權啊是不是啊 是不是人權 因為現在同運當中他們早就不把同性戀當天生的啦 憑什麼蘇院長說同性戀是天生的 根本就是假訊息對不對啊 看到很多同性戀者因為性人關係他能夠改變 他透過大量假訊息告訴我 同性戀是人權 同性戀的人權所以公投不能超過人權 他們用了太多的假訊息 假如是人權 為什麼聯合國人權憲章沒寫 為什麼到如今歐洲人權法院 還沒有辦法把同性婚姻當做人權來看待 為什麼 因為不是人權 因為不是人權 因為根本不是人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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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一起說上帝愛世人 上帝愛世人 上帝愛世人 你也愛世人嗎 對 你說我也愛世人 我也愛世人 對 我們要愛每一個按著神的形象 所照的 你說是嗎 對 所以我們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我們也愛人 在西北當中 我們不一樣的人 對 對 真的嗎 對 對 所以我們在這裡有 不願意會 來 講 的 我們不願意會 不願意會 他來 沒有人會 我們不願意會 有 我們不願意會 那 報告 我 啦 好 가지고 請你丟掉你西中原有的顏色 原有的候選人 就在將來 就在將來 讓台灣跟高雄要協天